家人们 家人们 中华消息 国内顶级巨星 蚩墨染 现场直播生孩子 点点关注 点点赞 主播带你上高速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一定不要错过 冲啊 小姐 你帮我带到这干什么 这里是定金 以后给我好好折磨那个女人 到时候 还有十万的违款 石头 救我 李军涵 我把顶级大牢给睡了 死女人 以为跑调就能活了吗 给我查 昨晚就往房间的女人到底是谁 熬到的出现 我不忍打掉 想怀疑惑 我不再出演 让公司亏了一大笔钱 导演说只要拍直播 钱账就一笔不巧 但孩子的胜负 是我一直想死守的命运 石木然 石木然 看我怎么弄死 听说十个月前 石木然酒后睡了乞丐 看来是真的 据说那个乞丐又老又丑 满脸浓穿 不会吧 石木然睡了乞丐 乞丐的孩子 好恶心啊 石木然 你永远都要被我踩在脚下 少爷 吃水果吧 还有事 丽总 你要找的那个女人 找到了 他 他的直播生孩子 直播将我报给您了 少爷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 这个孩子不一定是谁的 你没必要为了这种女人 浪得精神 你太太的位置只能是我的 立上 这准打扫怎么来了呢 他 会死吗 他找上来了 立军寒 立军寒 难道立军寒这几个月照 是石木然 不可能 石木然怎么会怀立军寒的孩子 一年前睡了石木然的老乞丐 还能找到吗 能找到 是有什么事吗 把他给我带过来 立刻 马上 越快越好 我 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孩子 这位嫂子外面照顾着 已经睡了 立总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要歇愤找我 我的孩子是无辜的 我求你放过他 怎么 你觉得我会掐死他 是吗 不不不 你心胸开阔 心体善良 富有爱心 你怎么会对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下手 人生 我拍戏伤了身体 医生跟我说 如果我打掉就再也做不了母亲了 所以我 您不信可以查证 我有预约档案记录 等你恢复出月子 然后呢 认证 结婚 你 你要娶我 快娶了我 让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嘎吊吧 去没有死 不然呢 孩子的名字想好 啊 因为我产姐的时候总下雨 所以我取了个名字叫晴天 立晴天 这名字太难听了 孩子叫立晴天 小明叫晴天 孩子跟你姓 突然呢 立家有顶级的医疗团队 你明天就跟我出院 还有 石木然 我们的招 我慢慢跟你做 关毒子 石木然给少爷生了个孩子的事情 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这个女人从娱乐圈出来 生活不检点 这个孩子还有待考究 立家是不会要这样的女主人的 你们都是我的人 要是让我知道 你们谁去巴结她 那以后 就不要在立家待了 是 莫管家 大老家就是 是不一样 少爷 您回来 少爷 您还带了别的女人来 她是立家的少夫人 少夫人 里面少夫人的饮食起居 都交给你来照顾 是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当少夫人 不行 如果我不强势一点 她主要接不到我的儿子 嗯 嗯 大老呢 我跟少爷亲没竹马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少爷 你别以为自己有点狐狸精的手段 就能坐稳着少夫人的位置 那你是以什么身份留在这里的呢 我是这里的管家 哦 一般人想要在这当管家还当不了呢 你懂什么呀 哈 莫管家 我现在有点累了 你带我回房间休息一下吧 我不管你是谁 我不管你想干什么 但如果你想算计我 先看看自己的脑子够不够 看看你们家少爷能不能上 还不带路 等你们家少爷亲自带我吗 你给我等着 你把我和孩子接回来 是为了保护我们平安吧 不然呢 少夫人 您刚说的话 是在质疑少爷吗 你们两个作为夫妻 你难道不应该 彻头彻尾的相信少爷吗 我听说莉家向来严格 你身为管家 更应该注意自己的一言一切 这传出去还以为你在挑拨我 和你家少爷的关系 我的确忌惮 但是如果有人敢伤害我的孩子 我定要跟他于死往后 敢对丽家继承仁和继承仁的母亲懂事 继承仁 我不答了 那倒也不必 这件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们的账还没算完呢 石墓上 除了我 没有人可能给少爷生继承仁 你和你的孽主死定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 我们的账还没算完呢 死利君和 救你把闹 你是在说我吗 你 你先出去 我也进来换衣 别过来 我还没出院 我对你没心情 一个拥抱就这么紧张 过两天我们爱要过 你觉得 他会怎么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是想装一下 我可不想被他认为 我为了应付家里面 随便找一个女人生孩子 过来 到了那时 你一切不许生疏 如果我问起来 就说已经躺了两年了 我这就结婚了 阿柔 就是倩柔啊 顾倩柔 阿柔是你吗 我是饰演顾倩柔的石木人 阿柔 我的阿柔 你受苦了 你要远离那个齐叶白 他会让你变得不幸的 他不是什么阿柔 他也不认识什么齐叶白 他是你的儿媳妇 石木人 阿柔 没想到 你竟然成了我的儿媳妇了 你放心 我以后呀 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夫人 少爷 少夫人的姐姐带了个老男人过来 他们说 少夫人的孩子是那个老男人 什么 他竟然敢这么胡说八道 夫人 他毕竟是少夫人的姐姐 这种事情 应该不会乱说 要不 我喊他们进来 让他们进来 你相信我吗 你觉得呢 果然是没见过市民的土包子 丽少 丽少让你们把事情说清楚 丽少 虽然我是石木人的姐姐 但我也要实事求是 不能让他这样骗了你 我带来的这个老男人 还是他孩子的生意 丽少 我没有骗你 石木人 他生的就是一个孽种 闭嘴 少爷什么意思 是要维护石木人吗 丽少 我没有骗你 石木人可是有后 你十分精湛 但是真的假不了 孩子的生父 就是这个乞丐 你倒是说话呀 经过说出来 终究我只是一个洋女 无论我怎么付出 他们都要将我踩在脚下 当年他喝醉了酒 闯进了我的房间 是他逼得我 才会导致这样的 石木人 事到如今 你还不准备说实话呢 你可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会害了我们整个石家 我也觉得你这种所作所为 会害了整个石家 随意污蔑历少的孩子 是孽种 石木人 你胆子真大呀 这贱人什么意思 他胆子是不是太大了 他还要冲 你知道你这种污蔑 会让你陷入什么样的境界 如果你发现这个人是骗你的 你会怎样 我会让他永远活在地里 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我是被逼的 我是被逼的 求你放过我 你看 他承认了吗 你抢了这个男人 劝丽少喜当地 好大的胆子 丽少 石木人只是我们家的养女 我的父母生不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 你尽管责罚他 我们绝不得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如果敢说话 我们丽家不会放过你的 都是他逼的我 都是他逼的我 你老糊涂了吧 石木人在那儿 你指他呀 你指我干嘛 都是他 他说807来了为大明星 我随意摆布 还给了我两万块钱 你 我才敢答应的 我进了房间就没看到人 我害怕你把钱拿走 我在房间待了一晚上 我才说我得手了 你撒谎 是 金口叔 石木人的孩子是你的 是不是他给的你好处 我那是骗你的 我 我害怕你把钱拿走 你不给我钱了 你胡说八道 你是不是被他收买了 丽少 你不要相信他们 那个孩子 就是他和石木人生的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做亲子鉴定 亲子癫癫是骗不了人的 少爷 昨天小少爷做疫苗的时候 流了点血 我流了样本 去做了DNA检测报告 谁给你胆子上座主张 我只是担心 而且 检测报告 也确实不是亲生父亲 你以为 我会贸然认了这个孩子 好大的胆子 你竟敢误解我的孙子 来人 你可给我报警 不是我指使他 是他撒谎 是他撒谎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怎么处置他 你说了算 我们呀 都是你的后盾 木人 这一切都是误会 我不是故意的 到现在你还要说谎吗 那场酒会的监控背后 我找人调查出了你给我下药的监控视频 你现在正当红吧 如果现在被抓进监狱 是不是流量会更高 木人 你不能这样 我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你不能毁了我呀 谁家对你有恩 你不能安江仇报 不是我要毁了你 是你们要毁了我 父母收养我 对我永恶 这些年来我把所有的钱都寄给了家里 我毫无保留的对你们好 可是你们呢 你们为什么要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我要把证据交给警察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确定 我确定 我确定 好 你现在就给你的家里人打电话 我要和石家断绝关系 石家不能向利家主要任何东西 更不能在外面提及利家 否则 后自负 你 那我就不管你了 我打 喂 妈 你跟我爸来趟利家 跟他断绝关系 你先别问了 赶紧过来 去 给我准备一份合同 你看看 这多豪华的呀 妈 女儿 亲家呀 好久不见 我想 这件事情啊 其中肯定有误会 我们把话说开就好 我只给你们十分钟的考虑时间 如果不签 我就报警 石梦瑶的明星之路彻底断续 以后只能吃老粉 好你个喂不输的白眼狼 我们石家这些年 待你不薄呀 要不是我们 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你还有脸 以前我学医 获奖赚的七八百万 被你们禁收囊中 后来你们怕我学出了名堂 影响你们的女儿 就把我送进娱乐群 我赚的钱都给你们 结果你们怕我影响你女儿的地位 给我强行下语 这就是你们对我不保 好啊 你们就是这么 可怠我儿媳妇的吗 没没 没有 我们没有可怠她 都是这四丫头胡说八道 你们恶言相像足以做成 怎么都是一群蠢货 要是再不牵我 你们都别想在这帝都 好好活下去 爸妈 你们赶紧牵了吧 我不想坐牢 石木然 你翅膀硬了是吧 我们家 收留了你这样一个 都懂感恩的东西 我们石家真是瞎了眼 不走 不意 走 少爷 检测报告的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可能是医院搞错了 医院不会出这么马虎的问题 少爷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因为你母亲救过我 我不会容忍你一次又一次 你要再敢动他们母子 你也知道后果 还不赶紧下去 好孩子 让你受苦了 之前呀 我对你们家的情况 也做过调查 你摊上这种父母亲 也是你倒霉 毕竟我就是他们抱过来的孩子 那也是因为 他们之前算过命 如果不抱养一个孩子回来 那时梦瑶可能活不到成年就会夭折 这 您 您怎么知道的 以后 你就放心在我们丽家待着 我倒要看看 谁敢欺负我儿媳妇 去 把镯子拿过来 然然 这是我们丽家祖传的 给儿媳妇的手镯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们丽家认定的儿媳妇 这 我 这个是丽家祖传的 不要弄掉了 还有这个红包 是我和她爸呀 给你一颗晴天的 里面有两个印 密码六个八 妈 这 丽夫人出手太阔绰了 可我和丽君寒的关系 早晚要离婚的呀 还愣着干什么 妈给你的红包就收下 小韩 你平时 就是这么和冉冉说话的吗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欺负冉冉了 我可不会放过你的 谢谢妈 这小韩呀 性格有缺陷 你和他在一起呀 委屈你了 我去看看情人 那我也和你们一起去看看我孙子 好了 好了 我又不是不来了 你们两个呀 就别送我了 你看我孙子白白胖胖的 看着多舒服 过两天呀 我还得来看 你想看晴天 随时就能来看 好好好 小韩 你呀 现在 你可是有媳妇的人了 那可不是像单身的时候了 以后啊 你要对然然好 你知道不 知道了 然然呀 以后呀 这臭小骄师欺负你 你就来找我 妈 你 你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了 听说你去看你孙子了 那你有什么事啊 突然带回来一个妻子 还有了孩子 这么荒唐的事 你不仅不知道月叔还这般纵容 这 奶奶 我的事情你还是不要为我操心 臭小子 长大了 翅膀硬了 是不是 你娶了一个娱乐圈的女人 你是要给我们丽家蒙羞吗 我们已经领证了 您还是不要再帮我 不用怕 一切有了 奶奶那边的事情 你不用过多解释 一切推给我就行 好孩子 你放心 你呀 就是我们丽家的儿媳妇 行 那我先走了啊 你要带我去哪 这男人是要干什么 你记住了 这里是你的家 还是在告诉我 我军非孤家寡人 而是有家的人了 可是 你不是还要找我算账吗 你睡了我不声不响 就跑了十个月 我不应该跟你算账 记住了 你才是这儿的女主人 除了我 没有人能欺负你 这鸡汤怎么这么多油啊 少夫人 厨师说了 汤要炖得好 就得多放油 要不然 少夫人您觉得不好喝 你们故意的 我们哪里敢跟您过不去 这鸡汤啊 就得这么炖 您就别为那厨师了 凑合喝吧 关下去 爱喝不喝 真把自己当主子了 老骨不发威 真当我是病猫呢 少夫人 嗯 嗯 嗯 时间差不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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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夫人 少 少夫人那么大两个手柄 怎么就能烫到呢 这是怎么了 他又在做什么妖蛾子 我母乳不够 想喝鸡汤 结果莫言给我的鸡汤 不是太油了 就是味道太怪了 少夫人 那是您口味的问题 怎么能怪到我身上 我有怪过你一个字吗 你 赶紧叫家庭医生过来 这种事情吩咐厨师做就行 我都说过好几次了 可是一点改进都没有 我就想着 那我自己来做吧 我都没想到 我这还没有把他们给我做的汤倒出来呢 我都受伤了 我真是笨死了 这就是你们给少夫人做的鸡汤 一块肉 这是油汤啊 这都莫言吩咐的 我们只是照做呀 是啊是啊 我们也是听命小时 我连饭都不会做 我什么都不懂 怎么能怪在我身上 你们两个少胡说八道 我们可都是顶级厨师 不是您的安排 我们咋敢做呀 好啊 我一直以为你们对我腰五喝六的是我的错觉 没想到 你们是真的见不得我好啊 我不吃营养 就没有母书 你们是想饿死我的儿子吗 少爷 你听我解释 我 从今天开始 你们全部都被救 立刻收拾东西滚蛋 少爷 你也滚 废物 我可以自己来 为什么要自己认识不和我说 你要是饿着我孩子的话 我找谁去负责 莫言在这这么多年 所有佣人都听他的 我要是找事 就好像我欺负他似的 那不太没意思了 我和解惠这一批佣人 你要记住 你才是这儿的女主人 他对我这么好 是因为晴天吗 爸 爸 你干什么呀 少夫人是主家 你怎么对少夫人不敬 她算个什么少夫人啊 她不过就是借机 爬上了少爷床 要不然 她哪有那个命 灵完不灵 你赶紧到外面给我跪着去 赶紧去 我凭什么要跪着 我不去 你这孩子 你如果不去 你就真会不来了 赶紧去 少夫人 对不起 打扰您的胃口了 怎么会呢 你看沐妍 年纪小 做错了事 来尽请少夫人尽管责罚 我已经让她到外面 跪着去了 莫妍年纪好像比我还大了 她年纪好像又不行 你看 莫妍没见过什么市民 性格又直率单纯 这次冒犯少夫人 真的对不住 莫妍没见过市民 性格单纯 我在娱乐圈见过一些市民 我便心机重 故意陷害莫妍是吗 你误会了 莫妍她母亲 从小救过少爷 打小她就没有母亲 我对她也没有过多的苛责 这件事情 恩情少夫人 您能原谅她一回 故意和我说救命恩人的什么压物 惩罚莫妍是君寒的事情 我不能做出 我会替她劝说的 谢谢少夫人 谢谢 今天睡着了 已经睡了 丽君寒 每次你都要挖着我的手睡 你都 想看见光明正大的看 像个贼一样 你才是贼呢 我是贼 你可是透露我的嘴 你 我那是被下药了 你是不是被下药 这还不知道呢 混蛋 渣男 石木山 我以来尽量弄死你 你谁定下来 你今天没事吗 怎么有空陪我一起吃饭 我以后都会陪着你 我听说 莫妍昨天晚上跪了一夜 有点感冒了 要不然你就原谅她吧 毕竟她年纪小 不懂事 她年纪可不比你小 我很喜欢桃花 要不你别让她跪了 让她去山上给我摘些吧 你想要桃花的话 你让她去摘就是 果然 她不会轻而易举就赶走莫妍 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 和贺儿子 好 莫管家 少爷让您去山上 给少夫人摘一束桃花 莫管家 还没上药啊 没有完成少夫人的吩咐 不敢怠慢 你现在这个样子 令少见了该心堂了 令少根本 不愿见我 莫妍啊 我奉劝你一句话 是你的 别人想不走 不是你的 不要瞎惦记 否则一定会付出代价 这句话 也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一手好牌 打得稀算 痴迷不入 石墨人 你害我发烧 你以为这就能够垮我 老夫人那边 我看你怎么召架得住 等你离开之后 我就可以 你和你儿子 等死吧 抓紧时间干呀 快点快点 把它铲掉 张婶 你们在干嘛呀 是少爷吩咐的 把这个雕谢来的樱花树铲掉 要重新种树呢 这樱花树刚开始写 就要全部铲掉 它还真是勃起 万一 少爷是深情呢 我听说呀 少爷要种的是桃树 喜欢吗 谢谢你 我们是夫妻 你要记住你的身份 不要对我这么生气 不好意思啊 你放心 我不会让婆婆发现的 她为什么生气啊 少爷 听说你发烧了 对 但是 现在已经好多了 就算你生了灭毒又怎么样 少爷心里想的还是我 发烧就在卧室好好待着 不要传染给少夫人和小少女 小杂种 要怪就怪你投错了贪 你要是死了的话 可一定要去找你妈报仇 毕竟是她贪不负 奶奶 这是我给您带的人生 不要叫我奶奶 我不认你这个孙媳妇 我听莫言说 你在家里头优手好闲 好吃懒做 别以为你生了一个孩子 就能当我们丽家的少奶奶 没有 奶奶 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 那你给我滚出去 给我滚出丽家 我们丽家的少夫人 可是要门当户对的 你们十家算什么东西 何况你还是个养女 赶紧给我滚回去 收拾东西 滚出丽家 请天 请天 少夫人 你可算是回来了 刚才张婶来看了 才发现小少爷 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好像是小儿急诊 不 这是福哥乐死综合症 不愧是学过医的 这都知道 那你就更应该知道 这便是要死人的 什么人 我看你 少夫人 我现在先给小少爷 去抽解化验 确认下病症 请您立刻给少爷打电话 让少爷 请专门治这种病的专家过来 喂 君寒 你认不认识 朝阳医院的张成辉教授 他那里有福哥 乐死综合症的特效药 你赶紧让他来家里一趟 我们的孩子患有福哥乐死综合症 这种病之死率极高 你赶紧让他带着特效药来家里一趟 别着急 交给我 好 小姐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当初没有总统学这条 为什么 看看 队长 福哥 我们已经成功研制一半了 特效药 很快就能研制出来 队长 我们马上就成功了 队长 怎么了 志南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再跟你一起研究特效药 队长 是有什么难事吗 我 不行 不能说是家里人不让 不然怕他对我家里人有意见 我以后来不了了 你再找个帮手吧 你想好了 对不起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都付出了很多 你也跟我说过 要陪我研究到最后的 你真的要走了 对不起 少夫人 少爷和医生来了 什么事呢 夫人 要不让医生献给孩子看看吧 对 你怎么在这儿 少爷 少夫人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也不好好照顾孩子 还是我发现小少爷状况不对的 明明就是他和老夫人交说的 我才会被叫过去 我今天没空给你掰扯 医生 我孩子患有福格洛斯综合症 初步整代外二级 是不是福格洛斯综合症二级 我需要对孩子进行进一步检查 丽太太 您先到一边休息吧 就算找到医生又怎样 现在可没人有解决办法 怎么 看见帅哥眼睛都挪不开了 不 不是 我只是担心晴天 放心吧 沈医生是张成辉教授举见过来 几天不会有事的 确实是福格洛斯综合症二级 利太太判断的还真是处理了 不过只是二级问题不大 孩子还太小 还不能用特效药 我先给孩子镇定治疗 看孩子反应 怎么可能有办法 这人是不是装的 麻烦沈医生了 你吃饭了吗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 沈慕然 你凭什么 你之前学过医 是 在进入娱乐圈之前 我曾经是医学院的学生 你和沈志南 之前就认识 沈老师之前指导过我 你喜欢沈志南 怎么会 他是我的恩师 我和他 没有那种感情 你没有跟我说什么 你说什么呢 我认识沈老师的时候 还没有成年 我哪懂那么多 吃饭吧 他为了沈志南 都不想跟我同床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一心意对你 你就是不愿意看看我 他有什么好的 这次没弄死这个野虫 下次我一定不会让你们摸草过 你 你没回房 就是为了躲着我 什么 你是在跟我闹冷战吗 你声音小一点 孩子睡着了 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故意躲着你 我只是心疼晴天 放心不下他 才来婴儿房陪他睡的 而且 我以为晴天不在 你不会 不会什么 晴天不在 你不会想来陪我睡的 你是觉得我没往过来睡 就是为了排孩子吗 难道不是吗 你都二十岁的人了 还这么单纯 这些年在娱乐圈 你是摆困的 你要在这儿睡吗 不然呢 只有你以为那一夜 是中药荒荡之君 原来你早就忘了 沈老师 没什么要说的 没必要知道的话题 我们可以当陌生人 我当年 我当年是有难处的 恢复得不错 后期的护理呢 按我说的 多给他按摩就好了 好的 沈医生 我们必须得走了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沈志南真的要走了吗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 我欠他的道歉 还有机会说吗 为什么现在不说 我对他有愧疚 必须要道歉 沈老师 教授 别管他 开车 沈老师 沈老师 少爷 大家都在讨论 说是少夫人 正在追着沈医生的车旁 你说什么 沈老师 丽太太有什么事吗 对不起 沈老师 是我辜负你了 真的对不起 我还以为 你再也没有勇气面对我 再也不敢 指示我的眼神了 看来是我小瞧你了 这么快就来向我道歉 沈老师 他到底有没有原谅我 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我承认我确实生气了 不过事情 已经过去五年了 我要是再生气的话 岂不是太小气了 学一本就不是 唯一的出入 不管你怎么选 只要你发光发亮 我都为你内心 沈老师 你是原谅我了吗 我早就原谅你了 不过你确实 差我一句道歉 既然已经等到了 那就借我不救了 以后呢 别叫我老师了 咱们 以朋友相处了 在我心里 你永远都是我的恩师 那你想知道 你在我心里是什么样的吗 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最优秀的 你要继续发光发亮 不要因为任何人 隐藏你的光 沈老师 你不知道她是我的女人 看来她在你心里 真的很重要 沈志南 你最好永远把她 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 别辜负了她 否则 就别怪别人把她抢走 这种事轮不到你来操心 你也永远没有这个机会 你真的误会我们了 你真的误会我们了 君寒 君寒 我和沈老师的关系 清白的不能再清白了 你相信我君寒 君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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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沈老师 石木人 今天晚上 过来策合我洗澡 难道她 她要 清明白了吗 清 清明白了 那个晴天 晴天该吃奶了 我 我去喂个奶 真疼 石木人 这都是你做死 怪不得别人 这回我看少爷怎么原谅你 为什么她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 少爷还能吻她 石木人 我一定不会让你毫无 我一定要弄死你和你那个野蠢 今天晚上 不会是小 石木人 反正你也不是小姑娘了 你们现在是夫妻啊 你怕什么 我去给你放水 水我已经放好了 你可以去洗 还不快点 什么快点 水 我都已经给你放好了 她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 什么叫伺候我洗澡 给我脱衣服 你自己没张手吗 石 木 闪 全部脱掉 你不会认为 我平时是穿着衣服洗澡 你不会认为 我平时是穿着衣服洗澡 石木人 睁开你的眼睛看着 我的身子 怎么样 穿着衣服 能看出个鬼啊 这样的身子 什么样的男人比我 什么来的 你这是什么犯 这点出血 还学会动人吗 算了 也不要你侧候我洗澡 要过我出来 给我吹头发 千变的男人 敢于是给我看 这么好的身材 做什么 简直够人犯罪 吹风机在抽屉里 拿出来给我吹头发 什么人 要是我再看到 你跟其他男人 搂搂抱抱 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回 五个沈老师 我不想听解释 我只相信我看 我知道 我会助你 你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你要干什么 孤男管你 你说做什么 才能不larını 好像午后的风 人海之中 我继续目不转轻 绊 就像看着星空 我真的和他发生了 那我们现在 就是名副其实的夫妻了 不想了不想了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毕少时一拍钻石项链 只为的家人一笑 他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少夫人 您醒了 少爷特意吩咐我 不让我吵醒你 他可真是多情 这边不让人吵醒 那边给别的女人买香 这是少爷 特意给我说 让我给你的 哦对了 这是少爷 特意让我 把他交给你 这是 哦 听送东西的人说 这东西非常珍贵 不妨 您打开看看 这么漂亮的钻石项链啊 这不是我刚刚在手机上看到的那个吗 我今天都看到热搜了 这项链是少爷花了十几亿 专门给少夫人你买的 看来啊 少爷还真是爱 墨玄 你这是干什么呢 他只不过是因为生了小少爷 才被接回来 老夫人已经下了让他哭 少爷又注重孝道 怎么可能会捂你老夫人 给他买这么贵这么贵 客气了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老夫人让你滚 这怎么还能收下这份领 你是想让利家不宁吗 少爷专门吩咐了 这就是给 我奉劝你 趁着 应该可待 这可使不得呀 小少爷还没断奶呢 是只有他一个人有母乳吗 就算没有母乳 还有奶粉 又不是非他不可 看来你是想强行 占了这条项链了 你少胡说八道 我只是替少爷暂时保管 你没资格带他 少夫人 你看这 随他去吧 我饿了 张神 那我已经把饭菜做好了 我这就给你端上来 这条项链 果然还是跟我最配 石木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石木人 有我在一天 就别想爱你 少爷 您回来了 这礼盒 吃礼盒 夫人说了 您家产那么多 就花十个亿 给他买这样一个礼物 他不要 少爷 我好说歹说劝过了 但是 夫人还是觉得 您心里没他 说是要带着小少爷 离家出索 少爷 夫人这样 实在不值得您这样对他 您看 这礼物 我都这么说了 少爷肯定会送给我了吧 你回来了 我现有啊 你说什么呢 我送给你的项链 为什么在末年的身上 那你应该问他呀 不过 这个东西太贵重了 我确实不能要 说到的 你就是看不上我 你是觉得太便宜了是吧 你是觉得太便宜了是吧 我明明说的是太贵重了 你为什么要拘捷我的意思 你跟我治什么气啊 你为什么要扔这么贵重东西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不要 说 晴天生病之前 奶奶找过我 她说我配不上 上午离开离家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之前就听说 你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我不想你因为我五逆长辈 上离家不女 你记住你的身份 你是厉害的 是我儿子的母亲 和你领证的人是我 没有人有权利让你我离婚 你 你是说 我是你的妻子 你是觉得我们结婚证 就是一个纸片吗 以后我送你的东西 不可以去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可以告诉我 给你换一个 明白吗 你不喜欢的话 可以换一个 明白吗 可是奶奶那边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我是你的男人 你只管告诉我好 还是不好 好 谢谢 就这两个字 以后要谢的话 就用这样的方式 明白了吗 行天该吃奶了 我先去问奶 石木人 少爷的怒火怎么样 我奉劝你 识趣点 赶紧从立家 这条项链 怎么戴在你身上 这个呀 这是他亲手为我戴上的 谁知道你用了什么 狐媚子法子 这话我应该问你 不要知三当三 你 也不要奢望别人的老公 你好自为师 你 在想什么 晴天满百天了 我想花钱拍一组 我们和晴天的亲子照 记录一下 你 有空吗 什么时候拍 明天怎么样 好 嗯 石木人 你想要一场婚礼 是 什么 我是说 你想要一场婚礼吗 从求婚仪式开始 还是说 从谈恋爱开始 你说什么呢 我是说 你这辈子都别想从我身边逃 别想离开我跟晴天 我是不是发烧说胡话呀 石木人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 石木人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 安心做你的厉害的 谁要是欺负你的话 你跟我讲 好 外面桃花开了 我们一块去看看吧 好 神木山 我一定要把你赶出去 老哥 谢谢你 你叫我什么 你叫我什么 我刚刚叫过了 不叫了 再叫一次 不叫 不叫 可是要受惩罚 你又欺负我 叫不叫 老公 老公 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哭啊 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 我们去看看吧 少爷 少夫人对不起 打扰了你们的兴致 少夫人对不起 打扰了你们的兴致 你为什么哭啊 今天是我母亲的祭日 我只是突然想到了 我母亲 今天给你放一天假 你去看看她吧 就没了 难道不应该陪陪我吗 以往你都是陪着我的 她既然喜欢待在这 就让她待在这 我们改天再过来 你应该早点请假的 你身为管家 又不忙 赶紧回去 静静孝道吧 走 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你的心中全是她 为什么 你还在愧疚吗 你还在愧疚吗 毕竟是因我而死 这些年来 你已经给她们妇女足够的殊荣了 让她们衣食无忧的 莫言从小是当成千金小姐来养的 莫言近几年心思不成 一直在消耗我的忍耐度 我们去看看晴天吧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对莫言没有任何感情 只是把她当成 是救命恩人的女儿 再做死的话 我也不会遇到 你放心 好 两位 两位再靠近一点 对 笑一笑 很好 很好 头再歪一点 非常好 保持住 不要动啊 来三 二 一 茄子 今天拍的这几组照片 都非常好 我回去弄好 就发给你了 石木人 我迟早让你扫地出来 那个老不死的 为什么还不敢做石木人 对 今天拍的这几组照片 都非常好 我回去弄好 就发给你们 谢谢 不用客气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先走了 以后有需要 再叫我 好 老公 我真的是太幸福了 以后晴天长大 看到爸爸妈妈陪他一起拍摆天照 也算是没有遗憾了 大师 您说的这个方法 真的能让那个男人 爱上我吗 你就放心吧 只要把你们俩的生辰八字 弄上去 我再施点法 你把这两个娃娃 放到他的卧室里 今晚你和他 就能生米煮成熟饭 谢谢大师 现在你可以去了 切记 一定不要人干扰你们 要不 就不显灵了 好 谢谢大师 大师 慢走啊 我该怎么 我该怎么 吃走那个 蠢女人呢 少夫人 您总算回来了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不在家 莫言进了少爷的房间 他说少爷爱干净 每个月他都要亲自进少爷的房间 打扫一次卫生 还有这种事 他手里拿的东西 遮遮掩掩的不想让我看见 可是他走出少爷房间的时候 好像还蛮高兴的 我知道了 夫人 您还是防着他点 这个女人呀 一看心思就不蠢 我会注意的 张婶儿 谢谢你 就这么喜欢当小三吗 还搞封建迷信这 你回来了 今天晚的怎么样 去进来见闺蜜 还不错 你先去洗澡吧 这么晚了 我们也该休息了 好 我想到办法了 历总 大家都在等着您开早会 好了 赶紧去上班吧 今天晚上 我给你准备个惊喜 真的 今天晚上 我就在卧室等你 记住 进来之后 不准睁开眼睛 好 石木然 你脸皮够厚的 我要是你的话 早就滚出离家 我再脸皮厚 也没有知三当三 你 老夫人说了 今天下午五点之后 让你过去伺候她 一整晚都要待在那儿 我看你到时候 还招架得住 看来我没算错 就是今晚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了吗 我知道了 我会去的 怎么了 喂 老公 我今天晚上不能给你惊喜了 为什么这么说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刚刚莫言跟我说 奶奶要我下午五点 就去老宅那边 说让我照顾奶奶一晚上 我觉得奶奶 可能要赶我走了 这件事情 交给我来处理 我可是在等着你的惊喜 你不要用任何借过功能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 答应你吧 老公 等我 要不及 我都是要看 惊喜是什么 你放肆 他今天下午 不是走了吗 怎么会 我该怎么办 不是已经点了你 会做什么 然然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为什么要辜负君寒 对你的信任 然然信任我 我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 刚才那一幕 需要君寒亲自 听你解释吗 你不知道 难道你是要把事情 推到我身上 我只是想要给少爷盖被子 我没有其他意思 盖被子 需要穿这么少盖被子吗 我 我只是觉得热 所以穿得少了点 我怎么会 欠赌少爷呢 我跟少爷 清清白白 我甚至连 他一根 寒毛都没有动 少爷可以 做正的 少爷 少夫人 请问这 发生什么了 少爷 少夫人 莫言 他不懂事 我教女 无方 这两天 我给他安排的事 太多 他可能累得是一时糊涂 酿成了今天大错 还请 少爷 少夫人 请管 责罚 莫叔 莫言犯了什么事 您知道吗 莫叔 你年纪大了 此事与你无关 你年纪大了 先起来吧 不不不 少爷 少夫人 我教女 无方 孩子呀 大小没有母亲 我呀 也没把他教育好 今天酿成这个事 真的恳请少爷和少夫人 能原谅他一回 能原谅他一回 只要错就搬出柿子 他们难道不知道提多了 就毁了这份情 是不是一时糊涂 恐怕莫言自己最清楚了 这个迷香里加了催情药 也是一时糊涂 我也只是加了一点点而已 并不会影响身上的味道 我之前学过医 对气味有起 我能从一点点气味中 判断出里面的成分 莫叔 如果你不相信 你大可以去医生那里检测一下 真糊涂呀 少爷本身就不用寻香 这寻香本来都是家里的下人 偷着用的 你咋该给少爷用 你这不是想害少爷吗 你 不是的 我只是 我只是想让双爷睡个好觉而已 我根本不知道里面加了东西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盖着君寒床底下的人 难道也只是今晚一时糊涂 想必莫叔 你也知道 莫言并非是一身红毒 不 你 你在诬陷我 其实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凶的 就像你当初挑拨离间 说我不想要我老服送我的项链 你又在诬陷我 少爷 少爷你别听他胡说 是他 自从他进来 他觉得我是狐狸精 三番两次的警告我 让我滚出去 但既然你死心不敢 那就别怪我 我今天都看到热搜了 这项链是少爷花了十几亿 专门给少夫人你买的 看来少爷还真是爱你 莫言 你这是干什么呢 他只不过是因为生了小少爷 才被接回来 老夫人已经下令让他滚 少爷又注重孝党 怎么可能会忤逆老夫人 给他买这么贵重的礼物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老夫人让你滚 你怎么还能收下这份礼物 你是想让利家不明吗 少爷专门吩咐了 我奉劝你一句 趁烦 选这铺盖滚蛋 这可使不得呀 小少爷还没断奶呢 是只有他一个人有母乳吗 就算没有母乳 还有奶粉 就不是非他不可 看来你是想强行战了这条项链 你少胡说八道 我只是替少爷暂时保管 你没资格带他 你还真是 身不可测 不装了 你一个狐狸情 我告诉你 从始至终 我都没有承认过你这个少夫人 你根本配不上少爷 我跟着少爷这么多年 兢兢业业 凭什么你是少夫人 凭什么我是 少爷少夫人 来这给我跪下 少爷少夫人 是我叫你无方 让莫言酿成今日的大祸 还请少爷少夫人 能原谅他这回 我这就带莫言走 永不踏进 天欲别墅一步 我要系着自己 滚 对不起 因为我 让你把他们赶走了 是我该说的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我不委屈的 以后有什么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不管是谁针对你 我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一个好妻子 我以为她针对我 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 可是 我允许她针对我 但我不允许她算计 幸运 你是我的 你是个无可挑剔的妻子 你这辈子 也知道是我的 少夫人 我是新任管家 何国忠 我会打理好 这里一切的 其实会让少爷 少夫人 以及小少爷 有一个很舒适的 居家环境 辛苦你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如果少夫人 没有什么其他事的话 那么我就退下了 你回来了 你怎么了 奶奶今天又给我打电话了 你不用纠结 我们一起面对就好了 她还要见你 这次她态度很坚决 如果不把奶奶 彻底说服的话 她后面肯定会 给你使伴子的 那你想怎么做 这次我陪你一起去 让奶奶彻底相信 你放心 有我在 我会保护你的 好 没事的 走吧 奶奶 我在早上来看你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奶奶 这件事我做的不对 我应该多回来看你 我看你呀 就是娶了媳妇 没有心思回来看我 我可告诉你呀 我们历家 绝不允许一个性子 当我们历家的少奶奶 奶奶 这次过来 我就是要跟您说一件事情 你说 她现在已经是我合法妻子 我们已经领证 在我眼里 只有丧 没有 你个混账东西 你 奶奶 你现在竟然为了她 把墨言都给我赶走了 再怎么说 墨言的母亲 也救过你的命啊 这要是传出去 让别人 怎么样说我们历家 冉冉坐月子的时候 她给冉冉炖油汤 她强行抢揍冉冉的项链 她还爬上我的床 那您说 该不该赶出去 真有这么回事 是 那这样的确不行 那不想你跟她离婚呢 奶奶 我以后都可以赶 我们俩 不行 我们历家 绝不允许一个戏子 做我们的孙媳妇 奶奶 我以后可以不太进娱乐圈 那我们历家 也绝不养一个白吃饭的人 奶奶 我以前是学医的 我拿过很多奖 我以后可以进医疗间 然然她是 杰森字号的好姑娘 她跟我发生那次疑问 只是因为被人笑药 奶奶 她叫好孙媳 行啊 你要是觉得她是个好孙媳 那你就让她 混出点名堂来 我才能认她 她还在哺乳气 这哺乳气怎么了 就不能上班了吗 比她魔乳好的人还多得是 非得她去喂奶呀 奶奶 如果我能在医学界 混出点名堂 您就可以认我了吗 会吹牛的人 我见得多了 行啊 只要你混出点名堂 我呀 就认你 那就应为定 如果半年之内 我没有办法混出点名堂 我就离开丽家 那不行 我只给你三个月时间 你门不当户不对的 现在的名园 比你强百倍多得是 你还想拖多长时间呢 好 三个月就三个月 这可是她说的 你没有什么怨言吧 好 那就三个月 奶奶我们还有事情 我们先走了 臭小子 你才刚来 我明天再过来 你 为什么自作主张 因为我有信心啊 奶奶说的名堂 虽然不是什么 医学界的态度 可是比态度 逊色不了多少 你知不知道 你答应了什么呀 老公 你要相信我呀 更何况 就算我做不到 不还有你保护吗 老公 你说是不是 其实 我刚刚说半年的时候 就知道她会把时间减半的 老公 我真的有信心 三个月就能搞出名堂 你就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好 我相信你 就知道你最宠我 你还记得我年前 什么 算了 下次再说 你好好想一想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那个 沈真男给我发过消息了 你不要多想啊 我们两个真的没什么的 况且 我们两个已经结婚生子了 他总不能当小三吧 其实 我之前就是在医学结婚的 只不过我的养父母 不希望我比他们的女儿优秀 就把我丢进娱乐圈了 我 我其实更想捡起我自己的事业 以后不会再有人巧破你 以后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 你同意了 谢谢老公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到医学界了 是啊 我现在是自由的 我带你去见一下你需要紧密合作的同事 谢谢你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不过呢 你算是中途插队进入高进我们的 我就不能对你太照顾了 我怕引起别人追你的非议啊 我现在已经很知足了 我会继续努力的 加油 你是最优秀的 大家好 我叫石木染 今天刚入职 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 大家好 我叫石木染 我们以后就是同事了 请大家多多关照 吃我的冰 那就得用你的菊来换 吃了我的菊 这老家又不把了 这是 大家欢迎一下新同事 这不是大明星石木染吗 上院拍戏的吗 本人比电视里还要好看呢 难怪能收获那么多粉丝呀 这大明星就是好看 往咱办公室门口一站 风景都不一样 现在这明星啊 是真厉害 这一来啊 就直接来我们这么重要的部门 当医生了 对啊 我们可都是花重金 聘请和他顶尖一事 大明星也能跟我们做同事 厉害 厉害 我知道 大家都是前辈 我跟大家在一起 可能让大家感到屈辱 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 我不是一个花瓶 也请大家给我一些时间 请大家相信沈志南教授 沈老师 他们呢 都是医院重金聘请来的 最近部门没什么患者 你入职呢 我特意叫他们过来认识一下 可能有什么怨言 你别太放在心上啊 我不会放在心上呢 谢谢沈老师的安慰 那我先去工作了 沈老师 有病患一定要叫我 好 做好自己 别在意他人的眼光 嗯 这是刚收的新患者 已经辗转了国外多家医院 大家看完病历 讨论一下手术时间吧 患者情况不知很乐观 时间也很紧迫 最是明天必须手术 又是加级患者 而且才我算 早怎么不送来 我看了病历 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国外治疗这么多次 觉得国外乡 还送来咱们医院做什么 五岁的孩子 已经到了这个时期 围天发术了 患者这个情况啊 不手术 还能多活几天 手术太高危了 神仙也难救啊 采取保守的药物治疗吧 别手术了 这么小的孩子 多活一天是一天 那怎么行 还有救 大家别放弃 手术成功率低 但不是为零 患者只是一个 五岁的孩子 绝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沈老师 你收到我发的群消息了吗 我这边显示 发送成功了 嗯 收到了 原来只是不理我而已 所有人 明天下午三点手术 大家记得 提前做准备 还在忙工作的事情 你相信我吗 一个五岁的小孩需要手术 他们不同意 我之相反的意见 但我人为言轻 我生怕他们放弃那个孩子 我不喜欢你给自己太大压力 任何事情 顺其自然就好 俊涵 我能做到的 他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你压力太大了 我帮你好好放松一下 看看 现在的情况 根本不适合做手术 这个手术一代之败 这对于我们医院的名誉 将是多大的准势 各位 你们是怎么想的 当然是不能手术 必须得保守治疗 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吗 那当然 该说的 昨天在群里已经说过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信心 那这次手术的主刀 交给十一生 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这次手术只有十一生最有信心 沈教授 人命可不是儿戏 陈医生 我看起来像拿患者在开玩笑吗 沈教授 他在娱乐圈干了五年 现在 突然做这么难的手术 如果 这个孩子死了怎么办 这个责任他担得起吗 没错 年纪轻轻 有经验吗 出了什么问题 责任我担着 如果这次出现什么意外 他以后 绝对不能出现在我们医院 沈牧然 你有意见吗 沈医生 我 你正常做就好 你只需要告诉我 你有信心吗 所有人都不推荐手术 那个孩子只能等死 但我有办法 我绝对不会让那个孩子死掉 如果手术失败 我就离开 我有信心 那就这么定了 这次手术的主刀是十一声 真有你的 还要让一个孩子为你的自负搭上一条命 为了逞能 揽下这么大的活 你等着孩子的父母把你告上法庭吧 有你这样的同事 是我毕生的耻辱 我以为当医师的都是菩萨心肠 可我却从未想过 你们既然如此自负 你们看不上我可以 可是你们既然在自己 无能救下一个孩子的情况下 阻止我去救一条命 到底谁自负 到底是谁的耻辱 这个时候还要紫牙紫嘴硬 他明明还可以多活一段时间 因为你 你的坚持手术 让他立刻就没了命 还敢顶嘴 告诉你 如果你能救活那个孩子 我 跟你性 不不不 我 辞职走人 我不需要你们辞职 我只希望 在你们看到这个孩子活下来的时候 一个个再也不要妄下定论 让一个个无辜的人没了命 大话谁不会说 我看你怎么收场 就你这样 还想让我们尊重你 就是 别以为你是沈教授 推荐过来的 就让我们 对你点头哈腰 你配吗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交朋友的 我也不需要你们来尊重 我只希望我们能合作 能救出一条条的生命 我相信你 我一定可以的 为了那条小生命 我也绝对不能放弃 沈教授 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来做主刀呢 沈教授 你真的太坑那个孩子了 那就下午看吧 我还都不信了 我要看看那下午的手术 能做成什么样子 沈翰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 血 我要血 上血裤立刻速写过来 都已经准备好了 病人心脉恢复了 手术成功了 不可能啊 医生 医生我女儿情况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还需要在医院多观察一段时间 孩子命保住了 谢谢 太好了 谢谢 他怎么可能手术成功呀 那个孩子明显就不行了呀 我上午还说 他要是手术成功了 我就辞职走人 我 或许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小瞧人家 终究是我们太子父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爽 刚刚有没有看到那几个人的脸色 我倒是忘了他们了 我就是觉得救了那个孩子 真爽 他们真是认可你了 那正好啊 以后就可以一起救人了 救更多的人 你啊 还是跟以前一样 心胸宽广 那也真的是因为我的身份有问题 他们怀疑我也正常 今天手术太累了 我先回家休息了 沈老师 我明天见 嗯 好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接老婆的了 听说你手术很成功 你这都知道了 看 这怎么都上娱乐新闻了 孩子家属本来就四处救援 这是全网皆知的 你手术成功了 他们在网上 大肆宣扬的表扬你 老婆 你才上班两天就这么成功 看来 他们要我两三个人 嗯 走吧 走 你这又怎么了 这石木人 竟然是个顶级医生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什么时候能安慰下来 啊 如果你对石木染不尽 丽君还能放过你 啊 你妈救过她命 也抵消了这么多年 对我们的厚重啊 丽太太的位置 只能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哎呀 你不要执迷不悟 你懂什么呀 只有我才是最爱少爷的 那个女人 她肯定就是贪图少爷的签子 我现在 要去揭穿她的真面目 哎 哎 你回来 黎太太 怎么今天有空来我家了 还带了这么多东西 我们怎么好一丝啊 哎呀 瞧你说的 咱们这可是好友啊 哎 听说你女儿嫁给力军寒步说 现在还成了顶级专家 哎 我这不是来抱你大腿来了吗 黎太太 你这又是在开玩笑了吧 我哪里开玩笑了 不信 你们看看手机啊 这个便宜货 居然这么有本事 那 那我们跟他解除关系 岂不是吃他亏了 我爸天天去赌场 欠一屁股的债 你得找他要钱啊 什么 你们已经解除关系了 还不是他攀上高枝 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 果然是妖女 妖手 哎 黎太太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们都被人家扫地出门了 我还留下个屁呀 你什么人啊 怪 就怪你们平时对人家太刻薄 活该 哎 就你这样的人 我们还不先跟你当朋友呢 服了 送了东西还要收回去的 这 是黎太太吗 不可能是他 他刚走 怎么可能再回来 走 去看看去 开门 开门 你们什么人 你们这是擅闯民宅 不要报警 民宅 你家男人 在我们的赌场 欠了五百万 现在已经将这房子 抵押给我们了 这房子东西可都是我们的 我可以告你 非法居住民宅 什么可能 你们赶紧给我出去 我要报警了 把他们两个 你出去 你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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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可怎么办 我爸他也太过分了 我哪有什么办法 现在 只有去找石木染了 少夫人 你的养母和姐姐来了 他们大吵大闹 要进来呢 不是不让他们来了吗 把他们赶走就行了 我都跟他们说了 可是他们不但不听 还开启了直播 说您是架了豪门 就忘了养育枝 他们还说您 我刚在网上看了一下 都是对您的负面 的铁价 我那个养父就爱赌钱 这些年我赚的钱 多半都被他输光了 这次估计又是欠了 一屁股债 来找我要钱来 那 那 那怎么办呀 既然他们不忍 那就别怪我不信了 各位 你们也都看到了 我们在这里等了 两个多小时 可什么人根本就不见我们 我怎么就养了 这么一个白眼了 我这么多年 还先入库把他养大 谁知道他进了好门 就不认为这个妈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呀 你们都来评评理呀 评理呀 当初他学艺精湛 你们让他放心了吗 妈 妈 我们怎么办啊 你们再不滚 我就要报警了 你们这是骚扰 他们不准在那 抓住他们 敢在援我们燃燃 快不要让他们跑了 妈 我好饿 现在只有紧点破烂 卖点钱 要不然 你还不能饿死啊 我不甘心 我爸现在进去了 就剩我们母女俩 我们总不能捡垃圾为生吧 不然呢 现在只能这样 就因为你爸 你的演艺生涯 是彻底完了 我们没有一分钱 只能这样 快去捡那个垃圾桶 不然被别人抢了 你快点 别使性子了 你回来了 听说我老婆在医院 今天又 老公你回来了 听说我老婆在医院 今天又理了小大公 你的消息 怎么这么灵痛啊 我老婆的事情 我能不关注吗 奶奶她也听说了 她对你的作为非常关心 要是过一段时间 她肯定就会认可你 真的吗 那当然是真的 怎么了 我这小肚子挺平坦的 我没胖 我心里摸摸 我倒是希望她胖你 而且你胖就是十个月 谁家肚子一胖胖十个月呀 真小 讨厌 你 今天还不断奶呢 你想我再给你生一个呀 奶奶她更喜欢女娃 你要是再生个女娃的话 保证我赶你走 她都不会愿意的 逗你呢 就算要想再生 也要等你身体恢复了不是吗 嗯 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也想再要一个女儿了 李先生 要不要我们现在努力吧 你确定 你不是说等我身子养好了吗 我看你倒是比我更着急 你是医生 懂得比我更多 死鬼 走开 奶奶 我听听韩说 您看上了一块独一无二的杨之玉 我打听了一下那个买家 他已经愿意让给我了 我之前就找过 人家都不肯转让 你怎么一去就说通了 你呀 是不是在宽我 没有没有 我曾经救过他一条命 他是心甘情愿让给我的 奶奶 你喜欢吗 嗯 有心了 你干嘛 奶奶 君寒还跟我说了 您的肩膀时不时就会痛 找了很多医生都没有用 我跟你说啊 这不仅仅是颈椎病 没事 我可以给您疏通疏通 奶奶 力道感觉怎么样 嗯 还不错 谁让你靠近我的 赶紧走开 你还有三个月的考察期没过呢 我是不会认你的 奶奶 君寒都和我说了 您是这个世界上最慈祥的老人 不过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君寒就希望您健健康康的 这也是我的愿望 这臭小子 亏他还有良心 是啊 君寒一直跟我说 从小啊 就您陪伴那时间最长 一直都是您在照顾他 您是他非常重要的亲人 他就希望您长命百分 好孩子 你呀 也不错 你别以为我说了这话 你就放松了 你如果在没过关之前 我可不会认你啊 遵命 哎 把这儿按 别了 手艺不错 我学过医 所以懂一些学问 可以让您更好的环节 奶奶 您让我多帮您按一按 您的肩膀很快就会好的 不用 你呀 还要上班 还要照顾我那虫孙子 你呀 就不要经常到我这儿来了 啊 奶奶对我的态度 好像改观了 我听说 你最近做了一些其他人都认为 没有活路的成功手术 是吗 他们都是让我历练一下 前队们还是很厉害 你呀 不朝不躁 不居功自傲 性格还不错 怎么 你害怕我虐待你媳妇啊 还亲自找上来了 乔奶奶说的 我主要是过来看你 接她时顺便 你这臭小子 我还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呀 好了 不用了 快跟着臭小子回家吧 奶奶不留我们吃饭吗 吃饭 你还没搞出什么大动静来 搞出什么大动静来 再吃饭 怎么 还当着我的面秀恩爱啊 你当我没有老伴啊 赶紧滚滚滚滚滚 在我眼前消失 奶奶 那我们下次再过来 老公 奶奶好像认可我了 太精进了太多 比之前强太多了 奶奶呢 她是怕我们因为差距过大 导致婚姻破裂 感情有的时候 多数都会败给现实 奶奶原来是这个想法 你不要被奶奶的表象所骗到了 奶奶是很慈祥的 还真是 奶奶好像也藏不住了 恶毒老人可是不好当的呀 好的 我会努力的 争取于你并肩 老公 我们要一辈子这样走下去 好不好 你确定 这次说的是真的 你上次可是骗过我一次了 我骗过你 你真的不记得了 记得 记得什么 我们第一次见面 不就是因为那次意外吗 然后就 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不是第一次 我们以前见过 不然呢 我 真记不住了 我们之前 真的见过吗 你刚刚说 我曾经骗你的那句话 是我之前见你的时候说过的吧 这怎么可能 我又没谈过恋爱 你还是个五年前那次住院吗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今天摔倒了而已 你也是这次地震的受伤人员啊 你这个腿 我可以看看吗 你这个腿是能好的 我也是你医生 我是不会骗人的 你信我 可是这里医生说 我是终身残疾 我回去看一下你的数据 相信我 消给我了 好了好了 马上好了 我们还有第三种疗法 咱们现在 试着走一圈 来 自己试试 走 相信我准备错 你以后就能变成正常人了 谢谢你 我们要一辈子这样走下去 好了 先生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先生再见 这拐送你 原来你是那个戴面具的男人啊 所以说 你是不是骗子 我这次说 要跟你一辈子走下去 是指我们要过完一生 我五年前说 要跟你一辈子走下去 是指你不要残疾啊 你这不是曲解我意思吗 十个月前 你吃完抹镜就跑 脚踏的女人 这一次 你别想再跑 各位 又有一位新的著名患者 大家研究一下 是保守治疗呢 还是手术 这个不能再手术了 患者的年纪 本身就不小了 要是再手术 我担心 会直接死在手术台上 我也觉得 那个 石老师觉得呢 我支持手术 手术成功的概率 约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这么高 你再考虑一下 没什么问题呢 就可以手术了 那个 我觉得啊 石老师既然这么说 那就肯定是有信心 可以试试 我们这方面的造诣 还是差了一些 我愿意给石老师打下手 约约 你算是成功了 都是前辈给机会 他们呀 以前对你爱你不理 现在你说的建议 他们居然都听错 而且你说的话 他们也都信 唉 那是因为你 一次一次的成功 一次一次的创造奇迹 所以才使他们幸福 约约 你真的 对了 过几天呢 有一个医学界的颁奖 这是最年轻 最威慑力的奖 一定是你 这 这怎么可能 准备一下吧 还有一个月了 嗯 你看 然然 然然 我儿媳妇啊 就是厉害 这么年轻 就可以拿到 这么完美的大奖 哈哈哈 然然呀 你可真是妈妈的骄傲呀 哈哈哈 谢谢妈 奶奶 这次怎么样 哼 别以为得了什么大奖呀 就混出了什么名堂 我呀 我呀 还要看他懒不懒 能不能坚持 这有些人呢 就是天才 那也是没用的 奶奶叫醒的是 哎 你去让厨房 把菜做好 今天呀 多做几道 好 好 石木人 你以为你还能继续这么逍遥吧 只要我活着 我会让你变得好死 喂 帮我做一件事情 事成之后 隐隐百万 少夫人 不好了 小少爷不见了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来到小少爷吃奶的时候 我就出来了 可是 我把整个家都找遍了 就是看不到小少爷 情况 叫健康 我要给君寒打个电话 喂 喂 如果想要你儿子 就立马到城北 在百七十八路飞机仓库来找我 记住 只能你一个人来 不然我就杀了他 不要 我现在就过来 我只给你两个小时 如果看不到你 你儿子也别想活了 少夫人 这明星是针对你的 你一个人不能前去 不行 万一他们对晴天动手怎么办 这些事情 你要和少爷说 还要报警 让他们秘密跟着 如果对方 还想直接杀了你 然后再杀了小少爷呢 不行 我想过去的 你联系一下君寒 不过 你儿子也确实是宁大 那个福格洛斯综合中 竟然没有害死他 既然都是你看的 当然了 不然他好多难的 怎么会得这种病 不过 既然他现在已经死了 那还是聊聊你的事吧 他没有死 报复一个母亲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看着他的孩子 一点一点在他妹前死去 这样才能解你的心头之恩 不 他已经被我杀了 我怕你会带立军寒过来 只要那个野种死了 少爷就不会爱你 就一定会跟你离婚 现在别担心你儿子的死活了 先好好想想你自己吧 今天定要刮划你的脸 你果然不是一个人来的 莫言 不要执迷不误 李太太的位置 本来就是我的 你却给了这个来漏不明的女人 李军寒 这么多年 我有多爱你 而你呢 你要是怎么对我的 我今天 一定要杀了他 莫言 我儿子呢 我怎么会让你见到你的儿子呀 你恨我 你冲我来 你不要赖伤无辜 晴天是你儿子 我当然是冲你来了 要是晴天死了 你一定会感到痛苦 你把晴天逃哪了 我砍了他的胳膊 然后就去喂狗了 你都不知道 今天当时哭得有多惨 但是 但是他哭得越惨 我越兴奋 因为那样 才能让你更痛苦 齐手 莫言 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 杀人是犯法的 疯了 对 我确实是疯了 我跟少爷青梅竹马 是你杰族仙道 我记住他的手 瞧了我的位置 石墨然 我现在一无所有 都是你害的 我还要杀了你的儿子 然后再杀了你 你还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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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着急 等你死了 就能见到他 我会让你们母子团聚 但不是现在 我不会让你这么痛苦的死掉 你一定很爱惜你这张脸吧 那我就让你自个花脸 你要是敢动他 你和你的父亲都活不了 我妈乱一条命救了你 你就要这样对我爸 还是为了嫁一个女人 孙俊涵 你不应该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吗 这些年 我是怎么对你和你父亲 我对你们做的事情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做的那些事情 以为我不知道吗 不 我不敢死 晴天在哪儿 李总 李总 小少爷就在仓库后面绑着 人没事 这些都是你咎由自取 怨不得其他人 万事你没有对晴天动手 李俊涵 你不爱我 你一定会犯回的 我再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我会保护好你们母子 我绝对不会放过墨烟 相信我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我相信 你们这呀 李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基本上都公开了 我看呀 也该准备一场婚礼了 我跟然然已经商量过了 日子呢 也确定好 哎 臭小子 你什么时候把日子选好了 妈 你明明都很喜欢冉冉 还何必故意为难她呢 我看呀 我们家冉冉 是一个很厉害的姑娘 那是 谁有我孙媳妇厉害呀 对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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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套路啊 这一刻 伴随着幸福的旋律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两位新人 幸福 入场 这一刻 让我们掌声祝愿 一对新人 执子之手 与子歇老 现在 有请新郎新娘 交换戒指 戴上这个戒指 然然 你这辈子都好不要 感知如意 就这样一直走 活着一生中的每一个东西